这是前年10月底旧长安桥封闭开始施工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旧桥不符合200年防洪频率 超过40年的旧桥时间已久 栏杆出现生锈断裂的情况早就有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新北市政府将整座桥封闭进行旧桥的拆除及任行桥行建工程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崭新专门提供行人通行的乡长挫桥完成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4号上午的启用典礼上就表示 乡长挫桥具备耐震及防洪功能 希望提供汐止区乡长里地区安全舒适的行人通行环境 这个推动这个工法我听说 专台人第一要这样做 因为这条桥的重要在哪里 除了我们的通行的安全方便以外 也要考虑到我们的防洪 也要考虑到这条桥除了安全便利以外 也要大家在使用上景观 在走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在上面干了一个看河景的景观平台 因为我们实际是一个梅框的故乡 所以我刚才来的时候看一些老照片 以单跨部落墩的桥形式改建 符合防洪频率 启用典礼上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 新北市议员里长还有许多民众都出席参加 现场好热闹 也有家长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来 也没忘了拍照留念 因为横跨基隆河的乡长挫桥 这一带也是梅框的故乡 所以桥上也特地将在地人文融入 新桥启用行人不但往返 搭火车更方便 在基隆河沿岸散步的景观也更好 很棒啊 因为终于不用跟车子一起竞争了 可以让小朋友很放松的一起走路去散步 而且要去那边的沙坑游乐区 新济公园更近了 通车起用的仪式 那我非常开心 因为这个是地方我们香肠里跟长安里居民 引领违判的一个一座同行的桥 那我们非常开心来参与今天的这个积用的仪式 尤其我们香肠里的乡亲 我们这班香肠错桥 我们有到旧的仪式 要不开通之前 我们的乡亲真的 尤其露天晚上 又绕到新长安桥的时候 可以说这个基礼是八百公斤 那么今天这个香肠错桥 开通后给我们的乡亲方便 感觉非常好 在来宾们一起剪彩之后 新桥正式启用 新北市政府赤资1亿4千万元 拆除旧长安桥改建为乡长错桥 兼顾民众通行安全方便 以及景观休闲 成为细致的新地标 加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